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昆士新闻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016年 昆山高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创新能力不断攀升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归上工业产值比重接近四分之三 新兴产业产值占归上工业产值比重超过三分之二 全是创新发展主真地的引领作用明显 眼前这台机器神是川山甲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多功能服务机器神 主要应用于银行 电影院 飞机场等地 提供智能迎宾 智能点餐 会员办理等服务 检测人员正在测试机器人的各项性能 比如运行时是否能避开障碍物 是否能按照指令完成各项任务等 为客户量身定制系统 满足全方位需求 语音的方面可以在银行里像这种地方可以做些咨询 然后人脸方面可以识别你的VIP客户之类的 然后导航的话可以带领你去哪个柜台 去办理一些相关的业务 我们这个是平台性的机器人 提供给其他厂商 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接口 可以调用这些所有的功能 依靠低成本多功能等优势 公司产品颇受客户青睐 远销美国 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商用服务机器人行业领导品牌 穿山甲机器人除了拥有一支自主研发团队外 还与日本电器通信大学合作成立智能机器人研发中心 分别就底层算法 智能控制等前沿技术进行研发 成功实现机器人脱轨运行 今年穿山甲还将在美国硅谷建立研发中心 着重打造智能化机器人 年销售额有望突破3亿元 同比增长近20倍 未来的机器人他就不光是会说 他还有思考 他还有自己的思想 能够不断地自我学习 有深度的学习功能 我们希望在这里我们做成世界顶尖级的